大家好,欢迎光临大鱼食堂 今天我们来做几个抹茶丝糠 30克蔓越莓干,切碎 没有的话可以不加 50克黄油,提前冷冻一个小时 切成小丁 使用冷冻黄油是做出成功丝糠很重要的一步 200克中筋面粉 8克泡打粉 7克抹茶粉 全部过筛 再把黄油倒进去 用手揉搓成沙粒状 不需要搓到非常均匀 有点黄油颗粒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加120克的冰牛奶 糖和盐也别汪了 翻拌到看不见干粉就行 丝糠不要过度搅拌 如果面团起筋就会失去蓬松的口感 转移到揉面垫上 我们来做几次折叠 这样做出来的丝糠更加有层次感 这个面团相当失粘 需要撒些干粉来操作 在这个过程中 正好把蔓越梅干加进去 折叠做个三四次也就差不多了 不然面团还是会起筋的 最后的面团你可以冷藏或者冷冻以后再用 那样切割会相对容易 当然也可以像我这样直接切割 把面团整理成2厘米的厚度 我用的是直径5厘米的模具 一共做了12个 没有模具的话就直接切成块 最后剩下的部分稍微揉到一起再做切割 记住一点尽量不要揉面 表面刷一层牛奶 烤箱预热到190摄氏度 烤18分钟左右 烤好的司康侧面会有一圈不规则的缝隙 趁热直接吃 外酥内软 传统吃法是搭配您汁奶油和果酱 我抹的是低脂黄油 味道也非常好 凉了以后 在微波炉加热半分钟 就能恢复松软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评论转发 感谢收看 我是大鱼 我们下期再见